原子少年2 承接第一季的光环 少年们再度踏上新季之旅 第二季的原子少年 以六大行星元素分团 陈志鑫 高中接连被韩国两大经纪公司 挖掘担任练习生 最后成为防弹少年团师弟 前往韩国受训 却遇上疫情不得不回台 措施出道机会 他选择投入服饰网牌 为收达六位数以上 但这次为把握新孟 选择暂停事业投身选秀 在TikTok有30万粉丝的何彦凯 参加选秀却是无心插流 原来是经纪公司在TikTok大海捞针 意外向中了在台东长大的 朴素男孩何彦凯 当完兵后在经纪人鼓励下 喜欢唱歌的他决定报名原子2 隶属小星星的陈彦旭 从小受化妆师妈妈的影响 对演艺圈充满憧憬 为更精进表演 离开家乡北上就读装进表演艺术科 原子第一季的时候 我最喜欢驴之鱼 能够独当面创作 演唱和跳舞 很希望自己可以出道 李定从高中参加热舞社 一路考进台一大 有幸梦的他 每每向经纪公司投递履地都驶成大海 让他挫败不已 直到原子少年第一季播出 看到Phoenix在节目上的表现和成长 不仅成为粉丝 也更鼓舞他不能放弃 从克普勒到钻石星球的东汉 他裹中时原是电动儿童 还被经纪公司邀约去当电竞选手练习生 但因为妈妈不同意 作罢 直到有天看到BTS的致命跳舞 从电玩迷变粉丝也爱上跳舞了 原子少年2 接下来要在YD频道 播出少年们的团众节目 除了11月的北流演唱会 12月也会再办一场 但时间地点未定